2008年7月1日河南驻马店的一户农庄发生了一件不得了的大事 他们村35岁的大龄青年蔡小华带了一个美国对象回来 据说那个美国姑娘只有26岁 还是名牌大学的硕士毕业生 再反观 蔡小华连个初中毕业证都没有 家里穷得叮当响 大家想不通 这个一国姑娘到底是看上蔡小华拿点了 不过众人还是兴致勃勃地围在村口等待两人的到来 等真正见到那位名叫蒂芬妮的美国姑娘 村里的老老少少都感叹 蔡小华是走了大运了 真是不明则已一名惊人 而仅仅两天之后 这对一国情侣就去领了结婚证 并在7月6日那天举行了一场简朴但不识热闹的婚礼 如今15年过去了 这对身份悬殊巨大的夫妻过得怎么样 他们当年又是如何相识相恋的 大家好 这里是第五情报站 蒂芬妮出生于1982年 毕业于新泽西州立大学 她的母亲是这所大学的一位教授 父亲则是一名电工 她从小就对中国文化比较感兴趣 也一直在寻找机会来中国工作学习 硕士毕业后 蒂芬妮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父母 一向开明的父母二话不说就支持她前往一国打拼 蒂芬妮到中国的第一份工作 是一所中英文学校的外教老师 也就是在这所学校里 蒂芬妮遇到了自己的一生之爱 蔡小华 彼时的蔡小华比她年长九岁 是一个负责看大门的保安 这两个怎么看怎么不登对的人 谁也没想到他们日后会走到一起 和蒂芬妮优渥的家境比起来 蔡小华的出身显得极其普通 祖祖辈辈世代务农 而且每一代都挣扎在贫困线上 作为家里的长子 她从懂事起便要帮父母分担繁重的农活 还要照顾好下面的三个弟妹 当然这也塑造了蔡小华乐天之命 吃苦耐劳的性格 她自打有意识起就盼望快点长大 好凭借自己的努力带领家人过上好日子 但梦想尚未实现 打击却先到来 十岁那一年母亲不告而别 贴下了自己的丈夫和孩子 此时最小的妹妹才刚刚学会走路 父亲成了家里唯一的支柱 每天沉默不语起早贪黑在田地里劳动 但她毕竟不是铁打的人 日复一日的体力劳动压弯了她的腰 也压坏了她的身体 这时初中还没上完的蔡小华 只得担起养家的重任 背起行囊辍学南下打工 没有文化知识 也没有过多的社会经验 蔡小华只能干一些又累工资又低的活 而且为了让弟妹好好读书 她几乎将所有积蓄都寄回了老家 导致多年后已过而历的蔡小华并没有什么存款 这也把自己拖成了一个大龄单身汉 老家的父亲急得不行 几次三番催促她认真考虑自己的个人问题 但考虑了也没用啊 她一个在广州打拼的一厢人 没钱 没房 没车 哪个姑娘愿意跟她 话虽如此可原分来了 谁也挡不住 一个外教老师 一个大门保安 两个人的爱情已经在不知不觉间悄悄萌芽 2007年8月 蒂芬妮如约来到学校入职报道 前来接她的老师一边领着她往学校里走 一边跟她介绍校园内的环境 这时蔡小华正好与两人碰面 领路的老师简单介绍了两句 她便与蒂芬妮打了句招呼 然后带着微笑目送他们远去 而蒂芬妮见到蔡小华的第一面 就觉得她的笑容很打动人心 想来应该是个很好相处的人 自从蔡小华来到这所学校担任保安后 尽职尽责又乐于助人的她 获得了大家的一致好评 每逢上下班 众人见了面都会笑着跟她打声招呼 后来蒂芬妮也有了这个习惯 尽管他们一个不懂英文 一个不擅长中文 但靠着连话代猜的手势 两个人逐渐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 初来乍到的蒂芬妮在中国也没有什么朋友 生性活泼开朗的她 喜欢事事都与蔡小华分享 作为一名听众 蔡小华是很合格的 并且她也会将自己的趣事 分享给蒂芬妮 两个人在交流的过程中 互相学习中文和英文 还自创了一套交流体系 画画 酒杯代表着酒吧 嘴巴代表着吃饭 街道代表着逛街等 在蒂芬妮看来 虽然两个人还不能毫无障碍地进行沟通 可蔡小华总能在第一时间领悟到她的意思 这种就叫默契 在默契的光环之下 蒂芬妮逐渐喜欢上了眼前的这个中国男人 她没有大男子主义 说话温文尔雅 做事认真细致 还特别喜欢乐于助人 所有的优点都加到一起 正好符合蒂芬妮对于另一半的设想 至于两人之间经济实力和身份地位的差距 她根本就没有考虑过 但蒂芬妮忽略的东西 恰恰是蔡小华最为看重的 在传统的中国婚嫁思想中 物质基础和门当户对是很难跨越的一道鸿沟 所以蔡小华只敢把蒂芬妮当作朋友看待 但蒂芬妮接受的一直都是西方教育 相较于中国女孩的含蓄婉约 她更喜欢主动出击 2007年冬季的某一天 蒂芬妮借着共进晚餐的机会向蔡小华正式表白了 这突如其来的表白令蔡小华猝不及防 想着或许是蒂芬妮没分清友情和爱情 也或许是之前她生病时 对她的帮助让她产生了错觉 蔡小华委婉表示了拒绝 并让蒂芬妮再好好考虑考虑 可蒂芬妮坚定地表示 我认真考虑过 我真的喜欢你 想和你共度一生 我的父母也肯定会支持我的 在这种浓烈而又坦诚的告白下 蔡小华不可避免地动摇了 但她内心顾及的东西太多了 迟迟不敢答应 为了给彼此一点考虑的空间 她请假去了云南散心 而蒂芬妮已然明白了蔡小华内心担心的事情 她表示自己不在乎 会一直等她回来 但散心回来的蔡小华仍旧没有回应这份感情 两个人还是以朋友的身份相处着 直到来年三月份 经过一番深思熟虑的她 终于明白了自己对于蒂芬妮的感情 其实她对蒂芬妮也不再是单纯的友情 只不过一直碍于自卑不敢开口 现在人家女孩子先表白了 她却迟迟不敢做出回应 倒是越来越像个懦夫了 鼓足勇气之后 蔡小华也坦承了自己的内心 两个人不畏世俗眼光 光明正大的谈起了恋爱 也是在谈恋爱后 蔡小华才知道 蒂芬妮曾经偷偷写过十九封情书 字里行间全都是对她的思念之情 三个月之后蒂芬妮将自己的恋情 告知了大洋底案的父母 父母得知这个消息后很高兴 便提出要和未来女婿见个面 但此时的蔡小华又有些担忧了 她的英语不好 要长相没长相 要地位没地位 万一两位老人不同意怎么办 看着男友焦急的样子 蒂芬妮竭尽全力地安抚她 并保证父母肯定会祝福他们俩的 而双方的初次见面也的确很融洽 蒂芬妮的父母都是和蔼可亲的人 见了面就一直对她夸个不停 最后两位老人明确表示了自己的态度 只要蒂芬妮下定决心了 他们唯有祝福 希望蔡小华能照顾好自己的小女儿 这种开明支持的态度 让蔡小华在震惊之余也觉得很感动 在这段恋情里 她才是一直被包容的那个人 而蒂芬妮从小深受家庭影响 并没有觉得女强男弱有什么不好的地方 她的母亲无论是从薪资待遇还是从社会地位来讲 都高于父亲 可是父亲也一直在为家庭付出 两个人的感情几十年如一日地融洽 家庭是需要双方共同维系的 最根本的问题不在于谁主内谁主外 而是要相互扶持 共担风雨 在见过蒂芬妮的父母之后 蔡小华也在考虑 两人什么时候回河南见见自己的父亲 可就在这时蒂芬妮生了一场大病 为了女友的身体着想 蔡小华狠心提了分手 把她赶回美国去治病 她也希望用这种逃避的方式让蒂芬妮死心放弃 但她还是低估了蒂芬妮对于这段感情的付出和执着 蒂芬妮打电话告诉她 自己不会轻言放弃 她所担心的物质和未来 都不应成为爱情的阻碍 那一刻蔡小华的内心五味杂沉 也下定决心要好好爱护这个赤诚勇敢的姑娘 2008年7月1日一大早 蔡小华乘坐汽车从小菜庄赶赴机场 她的手里还抱着一捧鲜花 再出机口等了好一会儿 拖着行李箱的蒂芬妮出现了 原来两人约好了回河南见家长 顺便把婚礼也给办了 而在他们两人回程途中 小菜庄的男女老少甚至是附近村庄的村民 将村口围了个水泄不通 大家都想来看看吗?别说 娶外国媳妇了 咱们这连一个外国人都没见过 本来按照蔡小华家的家庭情况 她能娶上媳妇都算是烧高香了 可没想到人家出去打工一趟 却带回了一个美国高材生媳妇 而原本忐忑不安的蒂芬妮 一下车就受到了大家的热烈欢迎 一些老奶奶特意走上前来跟她握手说话 都赞叹蔡小华有福气 当蒂芬妮很自然地跟着男友踏进那扇家门 面对质朴的于父热情地喊了一声 叔叔时 于父看着眼前挽着手的两人 多年来的心愿终于得以实现 高兴的眼眶都湿润了 她一边嘱托儿子照顾好蒂芬妮 一边招呼邻居们过几天一起帮忙筹备婚宴 7月3日蒂芬妮穿着一身改良中式旗袍 蔡小华也穿戴一新 两人正式去民政局领了结婚证 而白酒的日子就定在三天后 蔡小华决定在老家的院子里宴请宾友 这其中也包含着她的一个心愿 我们那地方不是叫梁柱镇吗 就取自梁山伯和柱英台 也希望我和蒂芬妮的爱情能永远至死不渝 婚宴流程完全是按照中国人的习俗来的 蒂芬妮身为一个外国媳妇 也很好地做到了入乡随俗 婚后他们没再回广州 因为郑州清宫工业学院有意聘请蒂芬妮担任外教 并允许她携带家属 学校会安排住宿 夫妻俩商量了一番后 决定前往郑州打拼 不过蒂芬妮很快就融入了新学校 反而是蔡小华迟迟找不到工作 只能复闲在家 她已经接受了女强男弱的家庭模式 但自己不能为家庭做出贡献 这是她无法忍受的 后来蒂芬妮在学校里认识了另两个外教 他们是一对年卖的澳大利亚夫妇 恰好需要一个中文老师 于是蔡小华也干起了外教的工作 夫妻俩的事业都渐渐步入了正规 不久之后蒂芬妮怀孕了 由于身体不适和饮食习惯等问题 她只能暂停工作 先回美国养胎 分隔两地的日子 夫妻俩只能通过电话联系 少了面对面的默契和笔划 他们都觉得很不习惯 一个月后 蒂芬妮不顾父母反对 又回到了中国 2009年 一个漂亮可爱的混血 女婴出生了 欢乐之余夫妻俩都在努力工作 想给孩子提供一个好的成长环境 而此时 美国的岳父岳母 提出了一个建议 不如一家三口前往美国定居 有家人帮趁着生活也能轻松些 因此在2010年 蔡小华告别父亲和弟妹 带着妻女踏上了异国的土地 他们在美国又重新办了一场婚礼 之后 蒂芬妮继续自己的教师职业 蔡小华则一边学习英文 进修学业 一边在家看孩子 两年之后 他们的儿子出生了 一家四口的生活幸福温馨 家庭模式还是一如既往的女主外 男主内 这么多年的美国生活经历 蔡小华也早已拿到本科文凭 而且与美国人交流不成问题 两个人都在用心经营这个小家 如今夫妻俩已经携手走过了15年 两个孩子也在慢慢长大 啊